资料抓下来了 那抓下来之后的话呢 那理论上我是上个礼拜是POST 那个CSV抓CSV档 那今天的话是POST 所以其实你可以直接就把刚刚的资料 一样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来就是想要做一个变化 什么变化呢 本来我们之前做的方式是美元 在人民币一直往下 可是如果今天呢 我希望可以把那个图 尽量做的类似像我之前讲过 那个Dashboard的概念 就是仪表板 可以换成不要是同一栏 我希望变左右两栏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本来应该是一二三四 一直往下 总共十个 那现在的话变成 变成什么 一二三四 然后五六 七八 所以你会发现 左边的部分是单数的 右边的部分是双数的 有没有 那这个栏的概念基本上就是从哪边来的呢 从这个地方 这个是D栏 B的话是当成1 那也就是说这个资料来源 这个是1 然后一直到这边是10 然后一二三四 就是这样的方式排列了 所以假如说我今天希望可以把它改一下 改成左右的话 那要怎么改 第一个当然你可以思考一下 其实你可以一样改两个就大概知道了 就是第一个 美元部分 其实就是什么 美元部分 其实单数的部分 其实没有变动 位置还是一样 M1 只有宽 本来是500 改成250 所以我把这个地方清掉一下 那其实你可以拿什么来改 拿那个之前那个 折线图美元来改 那改的部分的话 就是你可以 再把上面的这个美元折线图 把它复制一下 那贴到底下改的2 折线图美元2 然后我只需要什么 改一个地方 改这个宽度 本来是500 改成250 然后把它直行一下 直行到这边 M1 然后把它画出来 那它应该就是一个像这样 那 那个人民币部分的话一样 所以我们一样可以怎么样 把那个折线图人民币部分呢 再复制一个 然后后面加一个2 因为方法名称不能一样 那只是说呢 我放应该放哪里 本来之前的话 应该是放在M11 有没有 所以这里 那它因为现在不能放M11 因为它不能往下放 必须什么 必须把它一样放M1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是M1 然后宽度的话 把它改成250 OK 那其他应该不动 所以执行一下 人民币 那不对 应该是什么 再让它往右 对吧 往右 250 所以特别注意 还有一个地方 哪个地方 记得呢 在那个什么呢 M1的left 指的是水平的位置 后面加上什么 加上250 为什么要加250 因为你问没有加250 它没办法移过去 所以再执行一下 没有 这边就过来了 我把这个删掉一下 再跑一次 所以刚刚第一个 美元2 美元2部分是这样 放在这边 那只有改一个宽 人民币的话 比较麻烦 这个是原来的人民币 那我把它改成人民币2 放在这里 那可是问题来了 那我要怎么样 想一个方法 可以让它跑个回圈 就可以 把这个结果给做出来 不过跟各位讲 这有点难度 这比较困难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呢 本来是纵向 反正顺序一直往下 但是现在的话变成怎么样 它就是会有 左右嘛 左边的话是 13579 有没有 579 蓝 然后呢 这边是24680 24680 所以呢 我要怎么样 刚好可以满足 这个我要的这个效果 那所以你会发现 那我就想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这个跟各位讲 因为今天时间可能不太够 所以我有把那个程式 直接就放在那个 云端上面 那我把我想到的方法 跟各位讲 一样呢 就是把什么 把折线图 全部 再复制一段 然后呢 改一个折线图2 那里面的话 其实基本上 我就是增加一个逻辑判断 1付 那这个逻辑判断 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 你会发现 当I I指的是 第几蓝的意思 有没有 I等于E就第一蓝 就B蓝 就是美元对 新台币 有没有 那第二蓝的话 就是 这个人民币对台币 好 那这个什么意思呢 I mod2 I mod2 实际上就是 I除以2之后的余数 是多少 所以mod是 求余数的意思 OK 那也就是说呢 当I除以2等于1 那这什么意思呢 其实白话意思就是 如果I的值 I的值是基数的意思 因为基数除以2 才会余1嘛 1除以2余1嘛 3除以2还是余1嘛 5除以2还是余1嘛 有没有 那如果偶数的话 24680 2除以2 余多少 余0嘛 4除以2还是 所以哦 偶数 余数一定为0 所以呢 我就设定了一个 这个条件 那如果当它是基数的话 其实 就只要怎么样 把这个数字 有没有 其实就改什么 把那个宽度改一下而已 那其他基本上 都照原来的啦 还有一个地方改 这K的地方 那K 这个其实就是拿之前的来改 就可以 所以其实只要把这个数字 本来500 改成250 OK 第一个 那反之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说 如果它是偶数的话 就是在刚刚一样 Labs后面加250 然后这边的话 一样是改良 改本来500 改成250 所以就分成基数栏 跟偶数栏 是做不一样的事情 但是问题来了 如果呢 我刚刚这个地方 做完之后 如果跑出来的结果 还是会有 会有问题 这边 这边我把它改一下 比如说我拿这个来改 改的话 直接把它复制过来 那一样这边改成2 那条件的话 特别主要 就设在这边 如果if 什么呢 I的词 MOD 2 等于1的话 然后 RAN 我习惯是 Enter两下 等于1 OK 多按一 然后 else 反之 先把结构先打出来 And if 因为有时候怕说 上面打完 忘了打 前面其他东西 那把这两行复制过来 或者移动过来也可以 然后把这个按一个Tab键 然后把这个 这边再复制一个 那改的方式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边的话 把这个改成250 然后这边一样改250 然后 还有这个Labs 这边要加 加250 那理论上 这个第一阶段改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是不是符合我们要的 我先把这些删掉 然后再跑一下 执行 OK 看一下 结果出来了 它有分了 但是问题来了 它变成怎么样 它变成 下一个它变成 往下 就是再往下放 M11 所以理论上应该就是说 不能每一次都换 换下面一行 所以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发生 后来我想一个方法 这个也是后来我想出 反正就是说 你们如果要找到答案之后 有时候可以用推的 那这个地方怎么做 比较简单 当然方法很多 后来我想到一个 它为什么会 一直往下跳 基本上的话 跟这个I有关系 所以后来我就想一个方法 这个I决定它的列 有没有 所以我可以另外再增加一个变数 叫做R 等于1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它现在第几列 所以它1 2 3 这个列很像的 然后呢 我就直接把这个R放在这里 有没有 那就不要用I去决定它的列了 就用R来决定它的列 然后当什么情况下 让它跳下一列 就是 基数栏不跳下一列 到偶数栏的时候再跳 所以我就增加一个变数叫R 然后当偶数 偶数是L的时候 就是让R的数字怎么样 R等于R加1 那意思就是说 它这个 如果它基数的时候 它没有R加1 所以它变成说 它还是会 让下一个排在它的后面 OK 那当它偶数的时候呢 比如说什么 这个人民币它是偶数的 偶数栏 那它就换行 换在下一个 大概是这样子的想法 所以我试一下 基本上我就增加什么 R等于1 把这个地方原来是I的部分改成R 用R来代替 然后多增加 当偶数的时候再换行 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里面应该看到结果都OK了 这个就可以变成两个左右的方式去排列 当然至于如果假如 像我刚刚是增加一个R的变数 有没有 如果假如你可以再想别的方法 反正只要满足什么 这个K的演算 这个值 它是可以 当它输出两个之后 那就换到下一列的话 可以满足这样的一个条件 那也可以做出我们要的结果 OK 所以这个部分呢 请各位可以想想看 甚至我后面还有提到 甚至还有同学提到说 老师那我将来 我可不可以换在另外一个工作表 比如说我今天 把刚刚的东西换在这边来 当然是可以 甚至我们还可以 有同学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不要两个 因为这个画面旁边还有 我可以画刚好 如果五个好了 一二三四五 然后这边 五乘二刚好是十栏 十个 所以就会比较符合 有点像一个仪表版 有没有 放刚刚好 那如果我要 就是五乘二的 这样的一个输出 那该怎么做 这个我想请各位试试看 其实 如果因为今天时间不太够 不然的话细节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再参考一下 我好像有把它放在那个云端上面 那个是五 这个是两个的 那五个的我还没贴上来 其实五个是可以做得出来 OK 好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把画面再还给各位 所以今天的练习 基本上就增加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去网页上面 用Post的方式 找到那个隐藏的参数 加到我们下载的 这个Post Test的参数里面 然后把资料抓下来 也就是抓一整年的资料 第二个的话就是把那个绘图部分 本来是放成纵向 就是由上往下这样子 总共十个图 那改成什么 左右左右这样子 基数偶数 基数偶数两个的 这样的铺层方式 那未来 你们可以试试看 当然可以 可不可以放三个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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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可以了 只是要怎么做 这个可能让大家想想看 如果将来你们那个交的那个专案报告里面 绘图 最基本的就是放一栏 如果你在更进阶一点的 如果你希望分数更高 你就放两栏 如果你希望分数再更进阶的话 那你就放多栏 多几个 那这样的话 表示你是有花一点时间 去真的知道说 以后VBA要怎么放图 但是量力而为 如果你的能力 仅止于 只能输出简单的图 没关系 你就是先做出来再说 OK 再来也许可以想想看 未来这些东西 是不是能够跟那个什么 跟金融相关的data 做窜接 因为其实 每个行业都很想要 每天都有一些 这个所谓的dashboard呈现出来 比如说这个公司 所有的相关数据 那会不会有人直接帮我画出 那个这个仪表板 我只要早上一看 我就知道公司目前的状况 包含我们进货出货 哪个产品最销售量最好 等等的相关数据都有了 那我其实我要做决策就简单了 OK 但是问题 需要有人做这个东西 那这个人在哪里 OK 所以如果你有具备这样能力的话 我相信应该到各个领域去 各个行业 各个企业 应该都会蛮受欢迎的 OK 好 那剩下时间的话 就给各位练习 刚刚讲的部分 试试看